人工及装修材料成本双双上涨 导致装修费用水涨船高 为了省下中介费用 越来越多屋主转而使用装修应用程序 希望从中节省装修费用 这对新婚夫妇近日为婚房进行装修 不过由于三家室内设计公司的报价都超出预算 他们决定使用装修应用程序 通过这款装修应用程序 屋主可上载新房的平面图 并选择新移的地砖及油漆种类 平台随后会提供装修报价 让屋主直接联系承包商 也有应用程序则通过跟踪装修工程进度 确保屋主及承包商之间的有效沟通 装修应用程序日渐受欢迎 但新加坡装修同业商联会指出 室内设计师可就以往经验为屋主提供专业意见 并为屋主解决装修时可能出现的问题